好来关系呢是位在台南市东区的一处回收 报废车辆的工厂户外的停车棚是失火了 消防人员后报赶到现场之后发现呢 停车棚冒出了大量的浓烟 马上呢请求其他的分队来进行支援 由于呢在这边有很多的机车 他们是有油料的伙事呢一发不可收拾 结果呢这个消防人员调查 30辆受损的机车当中 有4辆呢是员工跟老板的车 其他呢是报废的机车 回收厂业者怀疑说呢是有人 恶意纵火 要求消防局必须要来查明原因 而消防局火灾调查科的人员呢 也来进行调查了 要来查明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恶意纵火